男人说鬼过后 你如果拿孩子跟他说事 期望唤醒他对家庭 对后代的责任心 你得到的不一定是他的回归 而有可能是他对你的倒打一耙 他可能会对你说 你要是真为了孩子好 你就不应该跟我闹 你要清楚真的 不是所有的父母都会爱孩子 这种说话的男人 往往有三种心理 第一个恨孩子 对你没有听错 他就是觉得孩子带给他痛苦了 限制他自由了 如果没有孩子的话 他会觉得他自己特别自由 但是因为有了孩子 他觉得孩子限制了他的自由 而且他会连带着恨你 他觉得他自己被你和孩子捆绑住 他没有办法随心所欲了 第二个 讨厌管孩子所有的事情 他就是嫌麻烦 他不想承担养育孩子的责任 你问他 孩子是不是两个人的 他为什么不管不问 他就会说 是我让你生的吗 那第三 他只在乎自己 这种男人真的 他有一点极度的自私的那种心理 他心里只装着自己那一点欲望 只想满足自己的需求 其他什么责任呀 家庭呀 孩子的成长呀 包括孩子未来的发展 通通靠边站